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可靠的情报 毛泽东已经把北平改为北京 很快就向中外昭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这个中华民国的代总统 能不为之叹息吗 德公真不愧是一位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谦谦君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看啊 老蒋父子从山城回到花城 闭门不见你这位代总统 依我看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啊 如何要从幕后走向台前 逼德公交权 取德公而代之 这不可能 只要我不宣布辞职 他蒋某人就如同一介平民 见也罢 不见也罢 我是名正言顺的代总统 这是宪法规定了的 嗨 事到如今 有谁还会再相信德公这番话呀 喂 我是宗人 请问蒋公会闪光吗 好 今天晚上我就设宴款待他们父子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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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德公还要宴请蒋氏父子 朱家华副院长来电话说 为了缓和我和老蒋的关系 希望我姿态高些 主动请蒋氏父子吃顿饭 子言 你是中央常委 今晚可得语言作陪 这种饭我是不吃的 我只是想提醒各公遇到事情一定要冷静 千万不要被老蒋牵着鼻子走 广州保卫战就要打响了 这位李戴总统为何还有闲心请我们吃饭呢 齐一 他这是向中外做个姿态 国难当头还能同舟共计 齐二 他这是另有他图吧 另有他图 父亲 他会不会把今天晚上的晚宴当成了鸿门宴 学着当年张学良杨虎成的样子 在广州再演出一幕西安市变呢 还有 他会不会为了向毛泽东邀功请赏 在今天晚宴的饭菜当中做些手脚 看李德林不是张翰青 更没有静刻刺秦的胆量 他是有英雄之心 无英雄之胆的人 演不出渤浪一击的好戏来 父亲 古人说得好 大义是敬重 那好 那你就留点心吧 是 欢迎借工的到来 太客气了 德工 我这儿 不敢不得了 拼住 好 天 行 去 这儿 先生 可以上来 还是你亲自尝尝吧 先生 按规矩 厨师是不可以动国宴菜药的 规矩是人定 我让你尝就尝 味道正宗 可以上 好 来 上菜 是 继续吧 是 现在是国难当头 我醉中华民国的戴总统 实在难以饮下这杯美酒 今晚为了欢迎借贡的到来 同时也是为了借酒明治 共赴国难 我提议干杯 来 干杯 都请坐下吧 下面请借工发表共赴国难的讲话 我虽然已是在野之身 但我心依然谨细我们党国的安危 德公 林彪所部发起的恒宝战役第一阶段 就快结束了吧 据白剑兄报告 乡 川 前边的战斗 节节实力 估计吗 白川兄 你是国防部长 能告诉我 国军在西线还能坚持多久 依我看 最多坚持到九月底 参谋总长 你说说看 林彪在湖南中路的萧敬光兵团 还会按兵不动吗 据可靠情报 萧敬光兵团将于十月初发起攻击 根据以上的情况 李戴总统 你来说说 白剑生在横宝一线 能阻挡得住 萧敬光 呈子华两个兵团的攻击吗 我想 他自营尽力抵抗 那么成羹兵团 邓华兵团 也已突进到越北地区 你们想想看 广州还能保得住吗 因此 我希望 代总统 德林兄 行政院长 兼国防部长 百川兄 你们应该 尽快地把国府 从广州 前往重庆啊 借工 这事关党国大计 我要和行政院长百川兄召开会议 方能做出迁都的决议 好 好 这是你李戴总统的职权 不过眼下一事 你是务必要处理的 原福建省主席朱少良 兵败逃跑 除彻职查办以外 还应任命 汤恩伯将军 接替福建省主席一职 以便他可以 有效地组织 厦门保卫战 这也需要我经过审核 方能发出任命状 今天是欢迎宴会 咱们就不谈具体的事了 好 皇爷参成 来 借工 荆国怎么没来 看来今天晚上的这顿饭 谁来了 都吃不香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 在我们面前发抖 让他们去说 我们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 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 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出去 再说 你也听过好几遍了 静儿 你以为我是在 听他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吗 那父亲的意思是 二十三年前 父亲在 北伐式师大会上 那也是气冲硝害 三年多以前 父亲宣布 剿灭共军命令的时候 也曾大声地 向中外宣誓 只要三个月的时间 可是 由父亲亲自领导的国民革命 还不到三十年 我就成了孤家寡人 坐在这里 听他毛泽东 大放厥词 告诉我静儿 这是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 父亲 父亲 还是不要想这些了吧 可不可以 你不肯定是吗 挺好的 要是 我现在是 我肯定是 你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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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你肯定是 你肯定是 是忠正 說吧 總裁 廈門的保衛戰役 就要打響了 李在總統又不下命令 任命我為省主席 打仗所需的吉養 由誰來提供 唐司令 我已經正式地向李宗人提出 催促他儘快地任命你為 福建省主席 總裁 共軍何時禁錮廈門 可不是由我們來定的呀 好了 把心思 放在積極組織 廈門保衛戰上吧 靖兒 你看父親 是何等的艱難的 父親 湯恩伯他 別說了 靖兒 給我準備一下 我想明天 搬到黃埔軍校去 父親 你這又是為什麼呢 我就是想 站在 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的大門外 看看有多少 從這座大門走出去的教官 學員 跑到他毛澤東那兒去了 在教授 從,這時候 李宗盛建議 也不是叫他 這種會員 他應該是誰 他應該是誰 你這把事情 與你們家 他應該是誰 他應該是誰 有三人 他應該是誰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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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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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撤 快快 四连打架了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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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伯 我是蒋中正 总裁 您知道了吧 李宗人发表了一则声明 说您是下野之身 如同百姓 他作为代总统 绝不允许您越拳 任命我为福建省主席 他或许忘了吧 我还是国民党的总裁 还是非常委员会的主席 他说您如此而为是以党设政 是违反宪法的 他这是岂有此理 由于他发表这样一则声明 使我在厦门丧失了微信 无法指挥部署 因此我决计从今天起 离开厦门远行 汤司令 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校长 就应该以党国的兴亡为己任 且不可感情用事 可是这个混蛋代总统李宗仁 党国都到了这步田地 他还为阻挠总裁付出 设置障碍 一定要以大局为重 时下你正与正面的共军在作战 且不可临阵换将 你一定得继续指挥懂吗 总裁 你替我想一想 我如何号领三军 与封军合计厦门的共军作战呢 好好 行了 我即刻返回台湾 一切你听我的指挥 那好吧 总裁 父亲 我们该走了 走吧 走吧 他是吧 他是不对 我觉得 对 我 很有心 真的是 只算 我 他 只有 旅人 皮 肖 我 谁 徒 roz 最近 父亲 您说 咱们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啊 我们已经失去了主动权 就只能看 他毛泽东的下一步棋 要怎么走了 另外 昆明的卢汉 会铤而走险吗 信箱子 第二天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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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体 鸡蛋 鸡蛋 来 泽慧 你来了 姐夫 你怎么老是这么不开心呢 我能开心吗 自从九九整肃以后 昆明各界的领袖人物骂我 中共方面也和我断了联系 如果再想到国军兵败如山倒的残局 他蒋某人可以退守台湾 可是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云南人 总不能扔下三亿父老一走了之吧 你这形势怎么看 一句话 国军败定了 简单地说 中共发起的恒保战役 将以贵系的覆灭告终 蒋某人精心组织的厦门保卫战 也打不了几天 所谓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 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据我所知 那几个在四川相互打斗了 几十年的老军阀新政客 早就和中共方面有默契了 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想见到和中共上层有关系的联络人 好 姐夫 你看 谁来了 替仁兄 替仁兄 你老兄何事会得昆明的 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你现在是云南的省主席 我是在北平随傅作义将军起义的警备司令 再没搞清楚 你这个父母官的政治倾向之前 我是不想让你老兄给送进监狱的 来 请坐 谢谢 你在北平起义以后 见到我们当年在云南江武堂的学长郁杰兄和剑英了吗 见到了 见到毛泽东主席了吗 见到了 我这次回昆明的路费 还是毛主席亲自送的 真的 我岂敢说这样大的谎话 我信 请你 再说得详细些 中共中央迁入北平之后 出于对领袖的敬仰和爱戴 我把自己的一辆吉普车送给了毛主席 总司令和叶参军 希望我回到昆明做老兄的工作 行前主席为我践行 嗯 他拿出二十两黄金 真诚地说 听老总和剑英说 你是歹族人 家里十分清平 送上黄金二十两 算是我对你们歹族父老的一点心意 毛泽东主席还对你讲了些什么 第一 他让我告诉你 爱国不分先后 要走傅作义将军的道路 第二 他还说啊 罗汉龙云是遗族 你周体人是歹族 我们还有一位出生在大理的周宝中将军是白族 将来你们要团结一心 努力工作 让云南的少数民族真正得到翻身解放 好 这下我心里有数了 哦 陆主席心里有什么说啊 附泽义将军的兵比我多 地盘比我广 尚且依靠共产党 我卢汉 咋可还为老江卖命呢 哦 听口气 你是决定走附泽义将军的路了 对 老兄 你能不能再回北京一趟 把我的心里话 告诉毛泽东主席 行 好 贺老总啊 总理同志向你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了吗 总理 主席 你叫我总理说的不顺口 我和贺老总听着也不顺耳 你还是叫我恩来吧 我们搞了28年革命 不就是为了有自己的政权吗 说不顺口 那也得说 听不顺耳 那也得听啊 一句话 从新中国成立起 你就是我们的总理喽 主席说的对 你就是我们的周总理了 那我就加倍努力的工作 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尽量当好总理 一定可以 日前一位朋友对我说 你们选的总理姓周 他一定是一位人民信任的周到的总理 我们周到的总理 已经向我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让我率部进入四川 与博城小平统治共同经营四川 你想在哪支部队入川呢 我还是那句老话 我听你毛大帅的 主席说了 这次要破例 你和老总率部入川 要带哪支部队 给哪支部队 我想 就带部署在秦川天水一带的十八兵团吧 为什么不带跟随你多年的部队 第一 我熟悉的部队是一野的主力 目前正在彭老总的指挥下解放大西北 如果调这些部队入川 一定会影响西北的战局 第二 十八兵团司令监政委周世纪同志 此南昌起义我们就熟悉 完全可以合作得很好 总理同志 早在保卫延安的时候 我请他当萧和 把跟随自己的部队交给彭德怀指挥 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这次为了大局 又自愿带一支不熟悉的十八兵团入川作战 这是很了不起的 主席 我不带十八兵团 非要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 那我贺龙就不是个共产党员了 贺胡子 那就更了不起了 总理同志 蒋介石李宗仁这些人做得到吗 所以他们失败了吗 主席 总理 何老总 广州于十月十四日解放了 很好 电告林彪 对参加解放广州的有功之臣予以嘉奖 是 为了拖延厦门战役的结束 蒋介石于日前飞到厦门 为首将汤恩伯等人打气 临时报佛酒 万一 他蒋某人最缺的就是像贺老总这样 没有私心的将帅 嗯 一言重地 哈哈哈哈哈哈 就在我们召开中央军委会议期间 及广州解放之后 横宝战役胜利了 被蒋介石吹为固若金汤的厦门也解放了 因此啊 据我看来 除去广西 海南岛 解放金门和舟山群岛这些局部战役之外 就全国而言 只剩下解放大西南这一个战役了 换句话说 众人 就落在了你们三位见上了 怎么样 你们三位有没有信心啊 有 有 好 下面秦恩来同志 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 10月13日 中共中央决定 邓小平 刘伯承 赫龙 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 第二 第三书记 赫龙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 邓小平任政委 刘伯承同志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根据解放大西南的进展情况 我们再向全国公布这项任命 主席 我认为在我卫与西南局会合之前 得有统一的党委组织以及指挥机构 实施领导就为何事啊 何龙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成立一个川西北军政委员会 以何龙同志为主任 统一领导军事 政治 党务 民运等项工作 老总恩来 你们认为好不好啊 同意 同意 恩来 你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参谋长 又是我们的总理 这件事就由你来办吧 是 中央还有一个不成文的决定 从现在起 中央主要领导的精力 要从战场上转移到经济战线上来 换句话说 中央只管解放大西南的战略部署 具体怎么打 全靠你们自己咯 没问题 坐镇四川的 是围奖马首是瞻的老四川张群 和博城小平这两位老四川 还有老湖南贺龙三位对垒 我看胜负啊 是定了的 你们三位将在中国战争史上 重重写下一笔 那就是三龙闹四川 主席啊 何为三龙闹四川呢 请安来告诉你们吧 后龙是条龙 刘伯臣同志 被蒋母人称之为独眼龙 小平同志嘛 他的属相是大龙 因此他们三人帅步入川 岂不就是三龙闹四川了吗 叫我说啊 这个三龙闹川应该改为三龙戏狗 主席啊 你同意不 同意 世人皆知 张群何许人也 蒋介石的一条走狗 所以叫三龙戏狗 那是名副其实啊 哈哈哈哈 恩来 未来国共在四川战场上较量的将领 有四位都是你在黄埔的学生 而且还都是黄埔一系的 一边有两位 是吧 是的 敌方是在四川我有兵权的湖宗南和松系列 我方 一个是随贺老总 入川的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师弟 一个是二业四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陈庚 历史是这么巧合呀 没想到国共在大陆的最后一仗 居然是黄埔一击的四个同学来较量 虽说他们四个人尚未登台出手啊 但是我坚信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陈庚周师弟 一定能够打败为蒋介石卖命的胡宗南宋西连 你们就要离京南下了 我特意备了点薄酒加长菜 为你们送行等到大西南解放了 由我们的总理出钱给你们开签工会 没有问题 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作战 主席早有明确指示 那就是采取大迂回的动作 插至敌后 先满城包围 然后再去回打的方针 解放大西南战役又强调 一定要从南面进军 非断其退路不可 因此啊 你们三位一定要吃透这一战略精神啊 主席啊 我何时代十八兵团入川呢 不要急 建灭胡宗南所部的作战时间不宜太早 应该刘邓进军续府 卢州 卢州 重庆之县 然后你们再发起攻击 据我的估计啊 时间大约在十二月的中心 换句话说 在刘邓完成对重庆的大迂回大包围之后 到那时 蒋介石一定会下令 调胡宗南所部 南下救援成都和重庆 你贺龙嘛 就可以顺势 追着胡宗南的屁股打了 大迂回的提法是林彪他们发明的 我所强调的是 大迂回的目的是为了大包围 因此你们一定要完成 对胡宗南宋喜连等部的大包围 主席还说了 大迂回大包围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那就是在四川 完成对敌人的最后大歼灭 预祝你们三位 能胜利完成中央军委和主席交给的 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斗人物 干杯 或的 arina 将门 当中央军事情 不许裁 走 来 脚下当心 走 好 好 好 等着我杨 从纯军事角度看 在打向解放大西南战役以前 我们还要做好一件大事 请讲 施下的敌人 尤其是蒋介石 他的关注点 有三 一在金门 二在广西 三在陕南汉中 因此啊 为了不暴露我们二爷 有川鄂 乡前入川的战略意图 还需继续做好 生西基东这篇大文章案 我想好了 等你我乘坐的这趟列车 由徐州向西 再由郑州南下武汉的时候 就由我们的刘司令员 在郑州 做这篇生西基东的大文章 总裁 唐司令从金门前线赶回台北 有钥匙向您报告 二位来得正好 都请先坐吧 好 我这儿有个好消息 先向你们通报一下 刘伯承邓小平亲帅二爷 从郑州西去 这就说明 毛泽东把入川的地点 选在了川北 这早就在总裁的意料之中嘛 总裁 那就让所谓的刘邓大军 和宗南手下二十亿万国军的 精兵强将 在这南与上青天的川北蜀道 比个高地吧 那你是如何 在大小金门 和共军比个高地的呢 总裁 诚如我在电话当中 向你报告的那样 大小金门脑 是很难守住的 刺绣 你现在是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 最高长官 由你 给部署一个说法吧 好 那我们 就先从仁和说起 国军 第二十二兵团部 率 第二十五军 即 二零一时 防守大金门 第五军 第二零零时 和一六六时 防守小金门 另外 我亲调 驻潮山地区的 第十二兵团 增援 这样防守大小金门的国军 就有四万余人 请问汤司令 共军又有多少部队 进攻大小金门呢 叶飞第十兵团 有不下十万之众 十万人 他们如何登上大小金门 他们已经开始 争吊渔船 你计算过没有 一支渔船 在五十个人上须两千条 他们上哪儿 争吊这么多的渔船呢 何况 我们还有绝对的 制空权和制海权 一旦发现共军攻打金门 我们就可以派 军舰和飞机为你保驾护航 他们有这些吗 唐司令 我以征得总裁的同意 调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罗卓英 第十二兵团司令 胡连到金门前线独占 唐司令 还有什么其他的困难吗 报告总裁 没有困难了 我立即飞回金门前线 胡连到金门前线独占 指挥战斗